今天繼續周詠騰事件 仍然在網上大家熱烈地 不是彈劍,熱烈地唱 唱 熱烈地講,討論 我們有一個分析 首先如果你是新界西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 以至到選民也好 希望你們都不要受周詠騰事件影響 雖然說就很容易,做得很難 因為太多人說,太多人報,太多人評論 重點就是說,因為周詠騰事件的似沒和真相 還未清楚 當然有人會說這裡牽涉什麼強力部門 如何調查,警察如何介入 我們純粹是作出比較 如果你想繼續投票給周詠騰 因為我們沒有退選機制 當然可以 我們沒有退選機制 其實你是可以照給他 可以投給他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說 很多人就拿這件事 不是我們拿,都看了這麼多人 很多人 跟銅鑼灣書店事件 李波那條片 林榮基事件 就放在一起討論 很多人就說強力部門什麼什麼 我們就不需要說究竟是與不是 我們都無法知與不知 問題就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就會提供到一個基本的答案 就是你的而且確 李波和林榮基的事件是 他們已經回到大陸了 有一條片 是在內地的傳媒平台播出來的 你信不信他受人脅迫 泥龍 這個就大家香港人都有很多的討論想法 但是周詠騰事件 那個人是不是真的來自內地 誰人跟他談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感覺 其實到目前為止 是沒有一個很全面的 或者較多的資料 給他看到的 甚至乎他現在 你沒有那條片看到的 你現在看到那條片 他是在機場接受專訪的 那條片 應該就不是受任何人脅迫之下拍刀 應該是自願的 記者沒有拿刀對著他 脅迫很多方法 不一定要用刀 可能身邊的人 但是應該是自己自願的 那條片 也找不到他 問題就是他之前說 有人提供任何東西給他 這個真的要查過才知道 是不是 真的要查過才知道 你現在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既然那個真相 真是未知是怎樣 那時候 如果你因為這件事 去做了一個投票的決定 你 是有可能 會 將來不開心 或者覺得 為什麼我當日 會受到這個決定 我疑惑在哪裏 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覺得 不應該暫時投票 不應該理會這件事 因為 最初營造的氣氛 就是聽到 有收到的聲帶 有幾個義工在討論 接下來怎樣去 追擊他 事後 周永勤又說 其實這個聲帶 不是因為這件事 而我去選擇不退選 因為這件事 只不過是一些流羅 他們搞的 順便我在那個情況 我就會公開 他接著就說更高層次 更高層次 又說有些什麼強力報 不知什麼 不是強力報名 更高層次 更高層次的麻煩 不是香港本土的勢力 不是黑社會 那樣 所以整件事 究竟有多少的真相 是周永勤未講 甚至乎 他之前都曾經說過 選舉完之後 他回來交代 但是 你都知道 選舉完之後 交代其實有什麼用 應該是選舉前 是否交代 有用 因為有很多證據 有用 因為選舉完之後 才交代 現在這一刻 他的情況 就變成了 某種選舉宣傳 這種宣傳 究竟是否對他有益 我們沒有人知道 對某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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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沒有人知道 但他現在不講真相 是做到某種選舉 對某種選舉宣傳的效果 對某種選舉宣傳的效果 對 所以我就是這件事 如果是這麼多的問號 我們是否還要把這件事 套進去你的投票決定 不是 又不可以這樣說 我雙線行車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 很多東西不明白 很多問號 我很懸疑 我要這樣吸 我帶著懸疑的心情去投票 是 我就是這種選民 很多問號 很多陰謀 但完全不清楚 我就會這樣投票 都答 什麼都答 這條片不是說 你不可以投給哪一個人 只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選民 你覺得你是理性 你覺得自己想多的話 就不應該受 這件事太多 又或者你的理性告訴你 其實問號很多 我都會這樣投票 也都可以 其實我很清楚 我受到什麼影響 這件事原來這樣影響我 於是我這樣投票 其實我覺得都好 什麼問題 清楚自己 就不要所謂熱上腦 熱上頭 好像發了燒那樣 你要這樣投票 我們不要投票 我覺得投票就不應該這樣 而且不應該放棄投票 大家都會出來投票 不要因為這件事 香港投票的制度 都是不可信 留意我沒有叫你們投給誰 或者投給誰 建制犯法都可以投 今次這件事 究竟會有什麼影響 就沒有人知道 既然是沒有人知道 真相是沒有人知道 我們就建議 不如你試一下用英文說 Isolate 隔離了這件事 看看你會怎麼投票 其實這件事對你來說 你知多了和少了什麼呢 對你自身作為一個選民 要求爭取為你的利益 有什麼影響 是多了或者少了呢 如果你不清楚的話 就真的沒有理由影響你投票 是吧 你只能夠猜 是否捉緊一些你比較清楚的東西 反而不需要握緊一些很感性很民粹 但是有很多問號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作為解決新聞學 必須要這樣去宣揚 因為我們就覺得 戴著問號就是問題 是不是 這個就不是我們追求答案的精神 所以我們的思考邏輯就是 你可能覺得 不是的 我很喜歡這樣的 我們阻礙不了你的 就是留言 不過我們仍然都相信 解決新聞學會提供到一個更加美好的將來給香港 用這個解決新聞學的方法去投票 我們就是宣揚這種理念 你看到我了